有一种女生 她有着几点鲜明的特质 谈个恋爱 朝三暮四 交个朋友 不三不四 说个话 颠三倒四 最后让人说三道四 视频中身穿蓝色超短裙的女生 一看就不是正儿八经的女孩 不仅自己不三不四 交的朋友也不三不四 那她究竟做了什么惹的徒雷老师 这样说她呢 究竟是道德的沦丧 还是人性的扭曲呢 大家动动您发财的小手 点赞加关注支持一下 祝您平安喜乐好运连连 来年一定发大财 两人一上台找穿 就问到为什么上节目组 改变一下她 不要让她经常说谎骗我 我觉得自己总是活在欺骗你 你能给我们举一些事实来说明 她怎么欺骗你的吗 故事的男主人公小马 今年23岁来自河南 23岁女嘉宾小佳来自广基 两人谈恋爱已经有一年多了 男生表示谈恋爱就是双方磨合的过程 没有谁天生下来就是合适的 接着赵川问到两人是怎么认识的 你们俩怎么认识的谁能告诉我 学校的时候 做活动的时候是我追的他 学校 大学同学吗 对 当时做活动他在上面唱一首歌 然后我跟闺蜜说 这男孩挺可爱的 他说那你失恋又一段时间了 要不就追追他呗 然后后边我就约他 原来两人开始就是一个游戏 子阿闺蜜的怂恿下 女孩主动追求的男生 而男生确实第一次恋爱没有经验 面对眼前这个老司机女友 怎么是他的对手呢 接着男生暴露出女孩欺骗他的点点滴滴 谈恋爱一年多 女友却给男生的是假地址 千里迢迢从河南买车票去广西女方家 本来是想给女孩一个惊喜的 结果不仅仅地址是假的 连女友的手机号也是打不通的 没想到对女孩来说是惊吓 眼看谎言被拆穿了 女孩模棱两可地狡辩道 男生喜欢茶岗 这些都是他自己的隐私 好家伙从这一点 女生几乎可以断定 他对男生的隐瞒绝对没有这么简单 男生接着爆料道 实习的时候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 等到我托家里边关系 给他找了一个相对不错的工作 结果干了几天他稍微出差 我还真的信了 结果刚出 刚才刚出发就联系不到他了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女人 肯定是有什么见不到人的事情 被公司领导说请假十多天 这有哪家公司能这样 也为并不是有什么事情而请假 只是因为出去玩 男生说到有一天女孩说要加班的一幕 女友的谎话零天 让一次又一次被骗的男生 很没有安全感 欺骗的背后却是女孩跟其他人去夜店玩 可接下来男生的爆料 让全场都惊呆了 三不四的朋友都是些什么人啊 他哪不三不四了 我朋友咋不三不四啊 每天突如夜场 你看看你 有时候出去玩还为了跟我装病 一个女孩为了去夜店玩 不惜说自己生病了为借口 假装在家睡觉 而发现这一幕的是男生的一个朋友 发女孩在夜场的照片 这下人正物正具在 女友眼看逃不过去了 就转移话题说男生不懂得浪漫 问题好不好 你给过我想要的吗 无数个借口来骗 爱情里面男生不能够有浪漫吗 你懂浪漫是什么吗 你就是整天思想太死板了 转移痴情的男生 确实不懂浪漫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花花肠子 所以说女人都喜欢坏男人 是有原因的 男生一直在说女孩的朋友 都是不三不四的朋友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接着男生说到 女孩在酒吧玩游戏的故事 女孩狡辩的 和别的男人亲嘴游戏很正常 如果是你的女朋友 或者你儿子的女朋友 去夜店和别的男人 玩这种游戏 你会接受吗 你接受这种游戏 是正常女孩玩的吗 我要是他男友 一定也会打那个男人的 女友嫌弃男生太死板 但我想说是女生不懂得自爱 接着男生说到令人 惊掉下巴的一幕 一个有男朋友的女孩 这样跟着一群男生去游泳 并且有肢体接触地抱在一起 这样的关系 试问哪个正常男人能忍的 女孩不懂得 只要外面保护自己 或者他就是很享受 这种被男人包围的感觉 女孩的言谈举止中 和夜店女没有什么两样 和不三不四的人在一起 接着赵川说到 这两个人的世界观 价值观完全不一样 真不知道怎么还在一块这么久 也许女生只是跟男生玩而已 把她当作备胎 女孩的行为就是所以的男生 都可以和她交朋友 来者不惧 只要有利益就可以 难怪这种女孩 干不了正经工作 一周陪一次父母男的多吗 因为这种事 就拿各种女友来骗 面对这样的欺骗 主持人问到两人早就应该分手的 但男生第一次出恋 他想拥有从出恋走到婚姻的爱情 这是他内心的向往 但真的能如愿以偿吗 女孩也说明了 他想要的生活和爱情 是要用金钱来满足的 不是男生用团购低价的电影票 能满足的 说到底就是物质虚荣 眼前这个男生 明显不能给他这样的生活 到那时夜店里面的大佬 游泳池里面的土豪 都是女孩需要争取的对象 因为骗我骗的太多了 我真的很担心他 我觉得每一句话都是谎言 就是太死板了 他就是想我每天工作 吃饭睡觉 看电影 还要说好了去哪儿看电影 没有团购不看 生活不得现实点不应该吗 就像你那种幼稚的方法 能有未来吗 能有希望吗 男生只是想要一个 很平淡有爱的家 两人都冲着未来幸福生活 努力工作好好生活 这就是一个 乖男生好难受的标准 对待感情专一 真诚待人认真做事 这样的男人 明显不是这种女孩需要的 而女孩眼里的生活 是开心随心所欲 想去旅游去旅游 想做什么做什么 但是这需要多大的经济支撑呢 所以男生 也不是适合女生的那一个 说白了 两人就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然后都不舍得分手 接着女孩不耐烦的说道 男生的憧憬是美好的 现实是残酷的 女生也许是最后有一丝丝 当初在学校的情思在男生身上 所以知道现在还没有分手 但是现在走到这一步 女孩表示不想再继续了 男生则表示 两人还能继续磨合 对于这样痴情的男生 主持人也拿他没办法了 只好把这个难题交给了嘉宾老师 首先点评的是周小鹏老师 明白的是他是什么样一个人 为什么你一直认为他会有反差 反差是因为我发现了那么多谎言 我根本就不知道 哪一个是真的哪一个是假的 周老师表示两人的性格 价值观人生观都不一样 吃不到一起 玩不到一起 并且所在所为都让对方反感 真的就是不适合在一起 就算在一起磨合 也会越来越痛苦 那又何必呢 不如双方都找一个志同道合的人谈恋爱 这样也许双方都能幸福 当一个人不愿意改变的时候 要么就是不够爱 要么就是没有遇到能让他改变的人 强牛的挂不舔 接着是马丁老师犀利的点评 马丁老师幽默的表达方式 把全场都乐坏了 连一向不苟言笑的图类都被逗笑了 主持人更是笑到值不起要 在笑的同时也可以看出 男生和女生是不可能磨合在一起的 所谓的磨合是两个不同的人 但都是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或者梦想 那才能磨合坚持到最后 接着马丁跟女孩说道 今天你的穿着我很不喜欢 不是不喜欢夜店我也去过 但是我觉得一个年轻的女孩 不能沉迷在那种地方 马丁老师说的太好了 在大学时期女生 是喜欢这种帅帅的呆呆的男生 但是出社会后 这种男生不像外面成功人士那样 可以给女孩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 这就很考验一个女孩 是否愿意给男生成长机会了 眼前这个女人明显是不能做到 而是顽腻了男孩 就想一脚踹开这块狗皮膏药 最后马丁老师送给女孩一句话 真的是真理名言 最后送了女孩一句话 男人都喜欢爱玩的女人 但是没有几个人愿意娶她们 这句话一出全场都认同的鼓掌了 男生到这时也应该释怀了吧 接着看看压轴出场的图蕾老师 一针见血的点评 图蕾老师说到很远 也许这就是教育人最好的方式 喜欢图蕾老师点评的 可以认真听 他接下来的话特别重要 女孩现在所做的一切 都是朝着那种不三不四的女人发展 要是能听进去图老师的话 也许她的未来还可以改变 不然到最后被别人挽你了抛击 那就是自作自受 接着图蕾跟男生说道 男生有幸遇见这样这样一个女生 可以让你知道 这个世界还可以这么花枝招展 女孩从一开始跟男生在一起 就是因为一个游戏 当时就是失恋后的空虚寂寞冷 游戏人生如何能当真呢 但偏偏遇到这么专一对待爱情的男生 最后图蕾跟他们两个说道 只把对方当成是一本教材吧 他让你认识了有这样一种女人存在 他也告诉你 有一种男人这么认真的面对爱情 所以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矫正一下自己的方向 算是一段不错的经历 就这样 图蕾苦口婆心的说了这么多 希望男生和女生都能听进去 女人是男人最好的学校 经过这次学习 男生肯定能够得到成长 这段感情可以看出 主动追男生的女孩并不爱男生 而反而被追的那个男生 却用情至深 教会了人们 社会上还有这样一种真情实感 这种专一对待爱情的态度 值得大家学习 最后男生和女孩都没有再走出舞台 或许是都听进去了图蕾所说的话 也许这是最好的结局 另外奉劝一下喜欢泡夜店的女孩 90%的男人都喜欢夜店女孩 但90%的男人不会选择跟 爱玩的夜店女结婚 这说明了什么问题 大家都是明白人不用多说 不管怎么样祝福男生能找到自己的白雪公主 也但愿女孩能够改正自己的价值观 回归都现实中来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陪伴 我们下期再见